音樂與彗星系統 機密 bless 剛剛講核心 原作到H900,-我們的戰略 WAS 通過的 我覺得 primarily用紙 有一個限制 我覺得我覺得有這個限制 就可以能夠印某一些 特別的視覺效果出來 因為我只是用hilaccept mother 用創意變成3D當中 就涉及很多用自己的創意 好像慢慢一個拼圖拼圖去拆解 怎樣去做一個特別的雕塑品 我是Benson 我是一個卷子藝術家 我將一些平凡的A4紙 將它們卷成一條條的形狀 之後再將它黏合變成一種雕塑品 做一些生物 以及做一些人像的設計 小時候爸爸會買索斯基藝術 回來和我在家組裝 是一個小時候很好的回憶 自己很喜歡 所以現在做很多動物主題的作品的時候 某程度上都是想重現回憶 我定了一個主題之後 我就會做很多資料搜集 我會找很多圖片 關於那件主題的圖片 又或者是看一些影片 勾完外形之後 所以我就可以令到比例頭身 不會錯的做的時候 做的時候 裡面的細節就不會想出來 做到才想出來 但反而是怎樣模仿它的骨格 又或者是它的形態出來 是最重要的 我的作品其實就是兩個元素做出來的 一個是紙 一個是白膠章 而工具上面都是用一些 平時在上學看到的工具 例如像剪刀 有些鉗 我自己的作品 本身就是用條狀和圈狀去做出來的 條狀就全部人手去捲出來的 而圈狀 自己當時在車廠 就刨了這兩個工具出來的 這兩個工具有不同的Diameter 就可以在上面捲出不同的圈尺寸出來 我以前就是讀Gear工程 以前就學會了 可能是接觸一些齒輪 一些避震 彈弓 這些元素 一些懂得動的元素 我想把它 integrate 進去我的作品裏 令到它一些生物 更加懂得動 我的作品就好像 跟木雕不太同 木雕由大雕到小 我就由細砌回大 所以每件部件都會用人手捲出來 每件部件都會想怎樣配合得最好 所以很多時間會想 還有怎樣捲 還有等膠水乾 所以這件作品通常都是由兩個星期到一個月中間做出來 最複雜的那件作品試過做了半年 是一隻紙馬來的 這件是小學美當時開始做出來的機械作品 以前想把它做到越象徵越好 所以會把油顏色 裝一些規格給它 這件就是中學的時候開始探索的作品了 就想做一些自己憑空想出來 天馬行空出來的作品 也都開始想越整越大 我想讓人感覺上這件紙做出來的東西都可以很刺激 近期我反而想做多些是貼近一些現實的主題 是用自己的創意怎樣去做一隻很抽象的作品之餘 又被人覺得很認識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挑戰 而現在做的東西都會整齊一點 順化一個紋路 讓整件事的效果好很多 這次Design Inspire都想做一些香港主題的作品 想著的時候就不如做一些大家都未見過的生物 又或者是一些很抽象的生物 我其中一個想到的就是武師 想用自己的紙卷的手法 去重新演繹這種神秘的生物出來 成功的成功